大家好,歡迎來到台東房地 我是大祈 今天來到大理 大理的中心路一段 那這邊是中心路一段的巷子 這是一個六米活巷 跟大家介紹一個這裡的地點 不管你要去青年高中 或者是大理的澄清醫院 還有 大理中心路一段的麥當勞 都只要騎車兩分鐘就可以到達 生活機能 跟地點位置都是非常好 那我們來看就是這一個 那他 前面這裡有 做屋簷 我們這一整排都有這樣做 都有做這個屋簷 那你 那你回家的時候呢 不會停到雨 那可是因為他這個六米路而已 停車的部分可能還要再 再看 因為 畢竟如果對面有停一台車 那我們這裡又停一台的話 這樣就非常難 難會車 那我們來看裡面的空間 這個 客廳蠻大的 那他其實是客廳跟 餐廳的混合空間 那這個用這個柱子分開 大概是這樣子 那當然如果你也想要一個大客廳的話 那餐廳不用的話 客廳又再更大了 那我們來看 他的廚房 他整間都有全新整理過 那這個是他 屋主他設計來 冰箱的空間 那整個 除去全套都是全新的 這個瓦斯路也都全新的 那旁邊的話這邊有一個廁所 不過這個燈有一點霧障 那沒辦法開 但大家還是可以看一下 好那我們去二樓 他這個梯間有一個儲藏室 儲藏空間 他這個樓梯是用這種二釘掛瓷磚的 還蠻特別 我們先來看前面的房間 前面這間是個套房 他位於設備 都是全部有動用心 好那他這個 這兩個地方都是石牆 這邊有做一個裝潢 做一個衣櫃 這下面都是石牆 所以他是在 這個 上面做了一個這個系統衣櫃 蠻大蠻深 非常適合放 枕頭跟棉被 那他可以看得出來他這邊 應該是做陽台外推的 因為這邊有個 樑 這邊做陽台外推 那我們來看後面的 這個也是一個套房 他這邊是用做一個合適的木質地板 那過去這邊 設備 看一下 那他有兩個門這個門也可以進來 從這邊過來的話 對他的 威力設備 有開窗 這邊是一個後陽台 剛才 那個樓梯那邊過來的話也可以來這個空間 那我們到樓上看 他這個樓梯是用鐵 可以做的 其實不太穩固 那這個空間的話呢 可以確定他就是一個增建的 樓頂增建的 你可以做神明廳 或者是說你還需要一個房間的話 這邊也是 這裡是他的水塔間 直接坐在室內的話 維修比較方便 前面有一個陽台 這個陽台就小小了 在大理中心路一段的 六米國路透天 目前開架 只要1198萬 趕緊來電 預約賞屋 再跟大家補充一下 我們這個房子的對面 就是人家的防火箱 對過來 那如果有禁忌的話呢 那就沒辦法 那如果你覺得沒關係的話 那就趕緊來電囉 然後